我是小蒋 今天在大厅吃惊斩花 这惊斩花有多 虽然正面走上来个小龙包子 卧底有在哪儿 我去捡 跟我来 啊 什么玩意儿 今天天气真吗 你费这么大功夫就是为了整我吗 没有 没整我呢 单臂呢 我可没费多少功夫 整死了 滚啊 感情我是被这个小龙包子给忽悠了 然后他又皮颠皮颠地找到我 说带我上班 就你 这次可没整我吧 没有 我可是成年凤凰蛋 哇 凤凰蛋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爱情 那就再信他一回 这个淘汰的概率 我都不得不怀疑他是不是凤凰蛋 年数十二把心态已战 他居然问我还玩吗 他肯定不玩 直接拿小龙包子当球体 被踢几下还要配游了 我妈说等我成年来才能玩 啊 你现在到底多大 我八岁了 能我长大了陪你玩 哎呀 又没有蛋蛋子不生一人了 真无聊 看我随机摇个倒霉蛋子 喝 这不是傻蛋前任吗 就他了 对了 大爷大爷你知道 好的 他不知道 那你知道我和小蒋什么时候复合 好的 他说我们现在复合 今天还是这么好 想让咱们复合的老地方扣回 我看看有多少毛次赞头 滚啊 小的妹 我恰没笑呢 要是就在大爷的座椅下面 咱们拿刀后进去就可以了 大门一开这张图 确实很符合1982年的气派 看到是王八 你告诉我八十年代有王八 然后就是厨房内特别明显的 面包机 房间里插座都没有 你感性真是离了个大铺 自行车 这自行车怎么越看越不对劲呢 梦想单车都给坐者整出来了 这合理吗 这很合理 大傻蛋快开啊 这里有个厕所 看什么 看没见过 啊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偷窥的 你仔细看大爷手上拿的可是厕纸 上的可是马桶 还真是啊 我拿缩小药水进去 啊 又色狼 我给霓狼打个马赛克 连人带筒直接收走 以后出去不要说我去个南策 这也太难找了 我才找到了三个 还有超多有意思的物品等你来找 你能找到几个呢 回大厅后小龙包子进去 竟然上线了 姐姐 我又回来了 刚刚见妈妈的手机被没收了 我又拿了我爸爸的 厉害吧 我带你双份 别 别 别这样 我害怕 我是肖酱 今天在大厅开了个恐龙馆 一天一夜 想来的欢迎老地方有月报名 抓了几只大恐龙 放蛋在岛给孩儿男人当猴 看 简直太酷了 啊 生意啊 这能赚不少的 啊 恐龙 你怎么跟恐龙一样 排队 排队啊 后面的大姨妈小姨妈们不要激动 全场不免费啊 大人50 小人68 后面的那个保安 别 别去动 你是在说我吗 我玩这个恶的啊 咱不要急又选 排队 没事 一会儿记得交蛋壁就行 没钱 没钱 你等着来放屁呢 一会儿为你老婆孩子要去 好嘞 咱们就从这个东西大姨妈开始下手 这位大妈起个恐龙一百蛋壁 我能做你恐龙上车帐 你能吗 你厉害 我给你大母哥 遇到这种人 咱直接就开唱好吧 咱们不退了一个小时 那个大妈开始抠屁股 咱也不知道她突然哪里掏出来个小孩儿 瞬间长大不说还对着我说 看你唱得这么好听 肯定很有童心 帮我照顾下我的好大耳吧 这是什么操作 等等等等 我不会照顾孩子呀 于是我带他好大耳 来到这张全蛋载岛最炸裂的双人图 开局用勺子来控制脚球按开关 简直太酷了 咱们把左边的巧克力球 慢慢移动到右边 控制好方向降落到按钮处 像这样机关打开后 就会伸出一条路来 一起走风一贯就特别的温馨 你倒是快点 我等的花都谢了 和他的好大耳一起上鞦韆到对面 这里可以跟熊大熊二一起打卡拍照 真的是太棒了 一人一边拿弓箭射中五个蜜蜂 极为过关 莹莹莹 姐姐你都把蜜蜂射完了 我是什么 谁让你出手不利索 快走吧 好吧 这里又是啥 需要敲击吗 你小子最好给我老十点在干什么 姐姐真好玩 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玩 作者我和你也要奏七次才能过关 脸都被打中了 四季 又喝这里又可以打 卡来来来 随便拍一张就走 我真怀疑这个宝宝蛋对我有仇 一上分离关子给我弹的老高 也跟我说这个是作者的bug 我不信 你没事吧 这回安分点啊 我去收集方块 你去控制闺蜜 好的姐姐 你又转呀 经过了咱九九八十一次的努力总算是过关了 来吧小姐妹咱拿个气球打个卡 这张图也是很推荐大家一起来玩的 回大厅后 孩儿他妈还在骑我的霸王龙呢 我不要妈妈 赶紧给我回去吧别和我了 看到这个蛋壁屋了吗 其实里面藏了超多蛋壁 听说只要能进小屋 这些都能轻松到手 那些想要小红豆小黑豆的宝贝们还不心动吗 可是每当我们想进小屋的时候 就会发现怎么跳都跳不进去 只能走唯一通道了 为了避免刚一发现视频一小时后删除 没学会的宝贝们建议保存下来反复观看 多看几遍就会了 第一步咱们拿上箱子道具 没有箱子的宝贝装备上惊吓箱 来到左侧悬崖边上 直接跳铺后拿箱子垫上去 这样子我们就来到了蛋仔最神秘的禁区 为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想要小红豆小黑豆的宝贝们竖起耳朵认真听 千万别眨眼 现在拼多多手游福利专场 参与就有机会获得蛋仔派对专属礼包 大鹅蛋壁 精美皮肤随便选抽 我的主唱药星 萌兔阿琪等等都是这个活动抽到的 链接给你们要来了 点击视频左下角就能参与 我已经用大小号试过 并且都有了小红豆小黑豆 是不是很简单 第二步咱们来到进去大门的后面 像这样直接跳铺进去就到蛋壁屋了 我是小蒋 今天这张图你要是赶完 我就去你家偷马桶 表面上是绿色小猩猩 但是也想不到结尾竟然如此细极思恐 要是你感到害怕的话 就像我一样把害怕两字打在公屏上 当然如果可以顺手点个赞的话 那更好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我在岛上吃杨幂 结果那小子突然说 让我换上杨幂套装 陪他一起玩一张特别有趣的图 然后我想居然有人陪我玩图 我就新高裁量的换了衣服 就在咱们准备开始的时候 他居然退图了 然后我就一个人开始跑图 他为什么要退出呢 感觉这个事情有点诡异 听说这张图改编子 饥饿的拉姆 在游戏里我就是个普通的羊驼 因为非常饿 想吃三颗樱桃 但是拉姆还是很饿 于是呀看到了旁边的香蕉先生 拉姆就问 香蕉香蕉可以吃掉你吗 你分了吧 我才不愿意呢 没办法拉姆只好找个东西 让他睡着 于是捡起了不远处的一块石头 这个时候回到香蕉身边 用石头把它砸晕了 这样拉姆就顺利吃掉了香蕉 但此刻的拉姆依然很饿 于是走向了他的水果朋友 水果朋友们看到拉姆 都害怕的躲了起来 这点躲猫猫的小伎俩能难得到我 于是拉姆又开始去找他的水果朋友 第一个找到的是苹果兄弟 但是他被十分卡住了 这时拉姆发现了不远处的分场 这些都很合理对吧 花分也特别的小情形 但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进了图呢 有没有谁知道吗 知道这是为什么的 抓紧时间告诉我 苹果被蜜蜂遮得害怕的逃了出来 他说既然你找到了我 那就把我吃掉吧 拉姆依然很饿 四处寻找 看到了一个活吧 走向旁边的灌木丛 把它点燃 又赶出了第二个水果朋友 林依说 这实在是太烫了 既然你找到我 就请把我吃掉吧 于是拉姆又吃掉了第二个水果朋友 最后一个我们需要拿一块斧桃 橘子先生也说 既然你发现了我 就把我吃掉吧 它们真是非常美味 突然化分突变 天哪这是哪里啊 到处一片漆黑 找了许久才发现了一具狗的尸体 这是被石头打死的狗 难道它是香蕉先生 不不可能不可能 接着我又来到了它们的营地 可是却只发现了这个 赶快逃离现场 前面怎么着火了呀 它有一具尸体 它的味道有点像刚刚的那只梨 然后我又发现了一具被砍掉头的尸体 难道说它是刚刚那只橘子吗 果然我在蜂窝旁边找到了苹果的尸体 越想越可怕 赶紧顺着星星的指引 坐上列车逃离这里 正当我满心窃喜 以为能够逃出这里的时候 而且一切都晚了 你能逃出去吗 我是小蒋 我今天没有脸上的恐龙撞下来变成了混蛋 更可怕的是 现在大厅没有一个人看不见我 这该怎么办啊 事情是这样的 今天在大厅吃鸡蛋巧克力的时候 不然发散 我但预然骑恐龙上了五点 哟喝 这还乖拉分的 这牛姐姐也要上去 不然它被炫一炫 不过这恐龙是起上了 我该怎么上去呢 想知道咋上去的宝子们 老地方扣个一 我这就教大家 首先卡上翼龙的翅膀 等翼龙起飞后 招转点位 来到摩天轮的上方 等待时机就可以跳到路眼上 正当我满心窃喜 架着我家霸王龙的时候 不知哪个没错的蛋 对着我脸 就是撞 结果被撞不住 我还变成了灵滚蛋 见过聪明的 没见过你这么聪明的 居然自己上楼顶被恐龙撞 掉下来摔成灵魂出窍 跟我来 带你去你最喜欢的答变图 转变灵魂 怎么又是答变图 我的前世又不是答变 这张图刚开局就过关 直接震撼我妈 所有关卡的设计方式 也是相当炸裂 因为变成了混蛋 我可以笨得超级高 实在是太酷了 放心 我找大师算过了 大师说小蒋 因为吃太多答变 导致灵魂出窍 只有通过这张双人图 我才能恢复正常 你确定大师算的 不是你自己 来到这个石头上面 打开开关 再被傻蛋男友 用咸鱼砸到右边 瞧瞧他拿咸鱼砸 我那开心样 只可惜我拿不了咸鱼 来吧 我送你过去 哇 我直接起飞 这里让傻蛋男友 帮我跳上去 正常答案 跟着我复位就行 重复再来一次 对了 大傻蛋 最近为什么都不理我 还不回我消息 我才不告诉这个婆娘 我去另一款游戏 找小妹妹了 这里不仅可以捏脸 打造出超级鲜的 古风少女 还可以搭配 各种不同漂亮衣服 简直不要太棒 好你的臭小子 不理我 去其他游戏里 撩妹去了是吧 看我灵魂出窍 恢复后不来收拾你 别别别 刚刚都是我瞎说的啊 我不管 等着柜留脸吧 一人一边 赶紧把我恢复成正常的单 等傻蛋男友用弓箭 把我打进传送门 想要恢复成正常的单 还不得靠自己 去按个按钮 点复位进入下一关 这个时候 我和傻蛋男友那边 都会各有一条路 这里需要傻蛋男友 先撞弹床 跳到对面 拿到箱子之后 我这边才会出现弹床 跳弹床简单过 这里的双人关卡 更加吸引 需要傻蛋男友 垫上足够的箱子 过来接我 瞧他那傻乐的样 直接化身为包公头 铺好路后我们继续走 可恶啊 灵魂出窍的状态 拿不了武器 只能狂狂挨揍 这里需要傻蛋男友 揍我十次才能过关 赶紧拉上你那些 不听话的反骨蛋搭子 让他变成混蛋 直接胖胖挨揍 打傻蛋你给我等着 一会儿指定饶不了你 音音音 不是我想打你 视作者要求啊 突然想一直变成混蛋 能飞得超级高 最后让傻蛋男友 进终点就过关了 我也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刚刚妈妈再次检查 我的蛋仔皮肤时 别打了 我是小蒋 从今天起步再也不玩了 我要卸载蛋仔派对 你小蒋又抽什么 好好的卸载干嘛 天天说退油 也不见得你退 性格了一点 怎么样 跟屏幕前小伙伴们 发誓卸载以后 不玩大仔了没有 再玩你自己说 你是什么 再下载蛋仔 我是狗 忘忘忘 忘 啊 谁来救救我 我不想写作业 你小蒋数学试卷 写完了没 写完了 好 那我考考你 就你那一年级的数学水平 我都能倒背如流 要是没我反应快的话 我摸出手机去上兴趣班 现在开始抢答 抢答 一加一 这么难吗 等于三 好好好 一放假不是玩光扣屁 就是蛋子 妈 是光玉和蛋仔 最近还联动了呢 不管它是光扣屁 还是原子弹 没做完就赶紧把手机交出来 看看这次拖拖冲闲了没有 这是什么 上次你账号还是零 现在怎么变成四百五十五了 这是我上次隐藏了的游戏千道天数 对吧老婆吗 上次说要是发现你乱冲钱 寒假就给你报十个兴趣班 我没记错吧 等等 妈 上次不是说涨一百粉就不用上吗 什么一百粉 是你倒一百万粉 吵 妈 你耍赖皮 耍赖皮是什么东西 能吃吗 好家伙 历史总潮流度本来一四零零零 现在变成一六零零零了 这是人气质 我不做主播吗 老妈一出场 人气嘎嘎掌 不对 上次都没有看到你有这三零欧的皮肤 哎呀 蛋仔快联动了嘛 当然是网易送的啦 你小蒋说的没一句真话 你别管 我现在就去评论区看看 阿姨就花了八块 对对对 就八块 说实话啊 阿姨给你们一人安排一百蛋病 阿姨阿姨 这些皮肤都叫衣服 一个要三百 小蒋车齐啦 阿姨 这是苗家少女 保底要三千 这个变形进攻啊 少说要一万 阿姨 这是渡渡车 弹弹车 累充三万才有的 你们粉丝干嘛呢 怎么可以这样啃小蒋 阿姨 你别听他们瞎说 这个叫蛋币 十块钱一个 各十百千万 所以小蒋冲了几十万呢 真的服了 妈 不是的妈 别打了别打了 该死的大傻蛋 哟 谁让你上自商我号掉大分 自从我告诉蛋贩子 如何XX道具后 他便一度对我疯狂表白 小蒋我喜欢你 妈 别这样我害怕 游戏人的春天真的来了 普通玩家不充钱 也能成为课金选手 现在只要你是移动用户 点击左下角 以上礼包随便选 今天开通的 还有整整15G高速专属流量 刷视频看直播都免流 另外还有QQ飞车 英雄联盟等超多游戏 戏车道具礼包 不用换卡 不用换号 名额有限 想要的点击左下角 输入手机号和验证码 立即开通吧 我是小蒋 今天碰到一个 没素质的相亲对象 事情是这样的 老妈看我天天在家 吃炸蛋糕 独物正宴 于是 你都十八了 今年必须找个对象 带两个 去搜一下这个名字 是三十 隔壁老王给介绍他 说他野蛮蛋仔 不加 我一开始是拒绝的 结果 想用钱来汇入 像我这种聪明优质的 女大蛋仔 怎么可能 不受金钱的诱惑 放心 长这样 又说 蛋仔都长这么帅 肯定是个有钱的霸总 这不是最近新皮吗 好难过 我还没抽到 浅浅换个平T 这样 应该看不出来吧 去加一下 小样这么晚了 凌晨还在线 对了 想要跟这位帅哥一样 制真皮肤 却又荷包紧张的 蛋仔注意了 现在不课金 也有机会抽皮肤 拼多多蛋仔好礼节 放出了一万份 蛋仔派对专属礼包 不仅有机会 抢到超多蛋币 更有精美皮肤 随意放出 像我的主唱 要新萌兔阿奇 甲龙晶晶 都是这么来的 我把专属链接 放在左下角了 想要的宝子们快充 链接在就还有名额 快点点吧 不过 射孔吕塞 应该发什么呢 先前前打个招呼吧 还是我新开口吧 叫他哥们应该不太好 显得我不够淑女 那 来我大天等我 够冷漠 够帅气 我喜欢 是老娘的菜 这么帅的草团子 皮肤大哥 别说原地结婚 我生意像猴子 都愿意 不是他人啊 难道不是这里 硬着头皮 不要脸组个队 什么玩意儿 别 别告诉我是这个山寨版 小妞 小妞 滚啦 飞起妞 小妞 网恋有风险 你就是三十 我咋看照片里不长这样啊 难道我不帅了 放心 我技术一流 我抱你满意 咱俩这穿的 还是情侣装呢 走 带你上班 于是 不甘情愿地 开了把牌卫赛 前面几局 他都表现得很绅士 上来就送我超级起步 连续送了三个超级起步 直接顺利来到了决赛 果然他技术一流 直接带我起飞 这人还在战场上 对我送花 突然觉得长得丑 也就凑合嘛 人好就行 看我太菜 抱着我走 难道这就是传说 传说中的爱情 我谢你六舅 回到大厅看到这个没素质的相亲对象 就来期 像你这种男人丑死了 狗都不要 活该一辈子单身 老娘不稀罕 没想到 等等 她为什么换的全是女装 不会是女蛋吧 我是小奖 我是小奖 今天在大厅吃鸡爪 突然一个宝宝蛋 走过来就喊我傻蛋男友爸爸 我神死这只只只蛋 长得花里胡哨的 也不是我生的呀 难道 这个傻蛋劈腿 背着我找别的女人了 明天天就站你妈妈 越想越气 你个傻蛋看我不走 妈妈 我不是这只只孩子 怎么乱叫呢 宝宝蛋告诉姨姨 你的妈妈去哪了 只见不知哪来的烟雾 这个宝宝蛋 肉眼可见的速度就长大了 然后嘴里还喊着 妈妈我出生了 这不对 吓得我DK没狂念咒语 这这是喝了三乳奶粉吗 身上速度有点不像话 这是你的孩子吧 怎么可能 你看我俩长得像吗 他还有鸡毛胆子 我都没有 不能说像 这戴傻的眼睛 简直是一模一样 爸爸妈妈 快带我 扶去我 这孩子 情况不妙溜了溜了 小蒋没跟来 不会丢了吧 担心他一会儿找不到我 还是用卡普 我给他分享过 我现在的位置 就他那个脑子 可能开导航都找不到 还是拍张照 谈到他手机桌面上 旁边有棵树 可以实时查看位置 手机电量 这样总不会找不到我了吧 好你个傻蛋 终于找到你了 我没养过孩子 给我挤的呀 宝宝丹不要哭了 你要怎么玩呀 我又做爸爸头上 亲爱的 好玩呀 好玩吗 没办法 宝宝丹依然又哭又闹 于是让我带他来玩超超超级好玩的三人图 玩法新颖 不看到最后我都怕你过不去 今日份愿望清单打卡完成 你在打卡什么呀 就是这个卡普欧上的愿望清单呀 我会把我们每一次在蛋载里打卡的地图都记录下来 咱们在一起多久都会有记录哦 这么神奇 不仅如此 跑图跑累了 还能选一个有序的电影 绑定好有关系 就能边看电影边聊天了 玩地图又选择困难症的宝宝 再也不用愁了 今天打卡哪张图 直接用转一转就能决定 救命给我蛋黄都要用了 这怎么过不去 不好意思啊 你们就等了 老娘终于过来了 第三关卡就需要三个人一起配合 特种单拿箱子 帮我们两边正常蛋和菜菜蛋给垫上去 就像这样 你在干嘛这是 我的妈给我弹的连妈都不认识 经过咱俩的长时间配合 我感觉胜利就在前方 第二块木板是在转动的 咱们一定要小心 轻轻松松到达最后一块 OK过关 翔宝我来了 爸爸我还没用 我只保持我的成本 我好像忘了什么 问题不大 第四关就是简单的躲避红线 这里应该没人发现吧 求求你求求你快给我存档 第五关卡简单的跳洋葱圈 对于我这个生发带来说 直接就是小菜一碟 感谢翔宝和宝宝丹的慷慨相救 我实在是过不去 没想到可以把队友抱过来 一起进入最后一个关卡 不是吧 这么高 作者你这地图也太偏态了 不管了 硬着头皮上吧 居然还能求作者 哇哇哇 S作者了 求一求 直接到终点 回头大厅后 我们发现了个奇怪的蛋蛋子 然后 咱们这个宝宝蛋 应该可以卖个好价钱 当蛋仔博主入坑元神后 咋不玩蛋仔 这辈子都不可能玩蛋仔的 刚上大厅就被人说 你瞧你长得那个熊样 真丑 开了把巅峰排位赛还连输十二局 蛋仔没衣服穿比又比不赢 还不是凤凰蛋 于是三十说像你这种性格就适合玩元神 怎么说呢 玩元神的第一天 压根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于是去问了一下各大元神大佬 这个游戏你们到底在玩什么 他们就跟我说 跑跑地图刷刷怪看看风景 像我这种没耐心的女孩子 跑地图有什么好跑的 结果 玩元神的第二天 总结一下就是爬山 上树 打怪 滑翔 最让我难以理解的是 每一个任务的终点都需要爬山 最最最可怕的是 好不容易爬上去了 结果掉下来直接爬 我求你了 直接感动叫爬山模拟 是的 玩元神的第三天 直接好家伙 停不下来了 干了一整天 全程一路看风景 收集好看的小精灵 还有这么多超美的角色皮肤 打怪打累了就去看个帅哥 以后元神是我家 武艺要补课 我又不叫武艺关我什么事 失败乃成功之母 那成功之父是谁 给我三百你就是成功之父 你怎么段位这么低 五孔高 考这么烂 给你加一套试卷 不用了 谢谢 把我双倍传给下一个人 我要杀了你的爱人 我爱你 在一帮马桶借我168买红小套 没钱 那你现在欠我168 先生你好 十点二元 您只给了十元 不用谢我 那两毛给你当小费 小脚我是你老粉 什么时候关注我的 一分钟前关注的 可以送手册吗 老人小孩先送 现在是上课时间 你要去干嘛 我去所里交点资料 去哪个锁 厕所 那个圣课睡觉的来说说你的理想是什么 吃的好 穿的好 睡的好 你的理想能不能更高一些 吃的更好 穿的更好 睡的更好 报告老师 我去清下内存 清理什么内存 拉屎 现在同学们都在食堂浸餐 能不能说的委婉一些 好的老师 马桶饿了 该喂了 老公你爱不爱我 哎 那你叫我一身女王吧 女王八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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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两个字 王八 小脚我是你老粉 可以送手册吗 可以 什么时候关注我的 刚刚 嗯 好吧 现在关注我也算老粉了 我是小脚假龙晶晶 有点想哭在岛上挂机 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要把我卖给蛋贩子 这时一个黑蛋过来对我摸摸头 哈哈 我这样的孤儿怎么会有人关心我 哎 见我没回答直接抱走 果然他可能是想把我扔下悬崖吧 我早就习惯了被欺负 结果他开始对着我弹琴 一点也没有把我扔下去的意思 更想哭了 谁懂啊 以往在岛上挂机 都是拿来被别人当球踢 被撞 被不理解 被丢下悬崖 从没想过挂机还能遇上好心的蛋给我弹琴 邀请我一起听音乐 看到有人欺负我时会保护我 谢谢你小姐妹 我是男的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爱情 看他不穿衣服 可能是个新手宝宝蛋 那我带你坐兔兔车 没想到坐了一圈后 他也有兔兔车 厉害厉害厉害 带我四处兜圈 真的好帅气 头一次在大厅挂机 遇到如此暖心的蛋搭子 然后我又开始继续挂机 他也一动不动 看来是下线了 天啊 怎么还有暴龙仔在 连我超级喜欢的甲龙晶晶都有 这还不简单 想要皮肤首次的宝贝们注意了 最近蛋仔体验服不是很火吗 进来后就能领机甲皮肤 日常任务送的还是蛋壁 我把体验服放在左下角 要左下角下载的才能弹出这串对话码 我也去试试 你为什么一直挂机 因为心情不好 为什么心情不好 因为被妈妈卖给了蛋饭子 为什么卖给蛋饭子 可能是我太懦弱了 经常在巅峰再拖后腿 你就不一样了 琴弹得这么好肯定很受欢迎 我 我是孤儿没有人喜欢我的音乐 所以我才每天在凌晨爆挂鸡蛋来做我的观众 原来他跟我一样可怜 那你为什么要保护我 这不是我第一次认识你的 我跟你一样没有妈妈每天和蛋饭子生活 你不害怕吗 懦弱解决不了问题 走我带你去练练的 去哪 怎么是这张田园风恐怖地图啊 游戏规则就是在这里待三天 唯一的方法就是评逼所有的恐怖事物 谁能熬到第三天就是全蛋仔上最勇敢的人 真的吗 那我接受挑战 开局起因是因为家里欠债急需用钱 就去做了池塘管理员 在这里只要干三天就能拿到高薪工资 坐着老板提醒咱们 在这里看到一切奇怪的事物都要当作视而不见 拿了钥匙出门后 第二个任务就是喂鱼 在仓库拿上饲料回鱼塘喂鱼就行 妈妈呀 这是啥啊 我来保护晶晶吧 等等 我害怕他是谁 这又是哪 天啊吓我一跳 刚刚那个是梦吗 赶紧回家洗个澡鸭鸭筋 才第一天我就感到害怕了 不要怕有我在 这一大片红的又是啥 不行我不敢玩了 赶紧逃离这个诡异的地方 那些勇敢的小蛋仔们 你们能坚持几天呢 本期火了 我再斗胆来玩这张图吧 想要挑战胆量的就自己去探索啊 我是小蒋 因为一场火灾 我这辈子没见过轻骂 14岁那年 疼爱我的父亲生病去世 留下了一家公司和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是我父亲的秘书 一年前才和我父亲结婚 结果不到一年 我父亲就去世了 我一直认为 是他害死了父亲 好接手我父亲的公司 你又不是我妈 凭什么打我 现在没爸没妈 不通话我就打你 爸爸 我好想你 今天是母亲节 可我却没见过我的妈妈 果然爸爸的手机号注销了 不会有回复的 我又在期待什么呢 孩子 爸爸也想你 要照顾好自己 这是 爸爸妈 哈哈别自欺欺人了 不过是拿到号码的陌生人罢了 爸爸 我好累 我的梦想是去大城市 可我 现在离梦想大学的分数还很远 好好学习 现在所有的努力 都是为了将来的老想 你会实现梦想 因为这陌生的鼓励 我开始拼命学习 一天天就知道花钱 给你用的每一个蛋币都要还我 可我现在没蛋币 你真有本事就给我考上大学 没蛋币就给我去街头赚蛋币 后来我留宿街头 拼命跑外卖发传单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获得了出国留学的机会 孩子你很棒 恭喜你 就这样保持联系 挺好 这是我爸的公司和房子 你为什么要赶我走 你不是考上了那什么留学学校吗 你要是真有本事 就去大学混出个名堂来 你就是看上了我爸留下的公司 到了出国留学的日子 我也通知了那个女人 但直到我登记的那一刻都不见她的身影 后妈还是后妈又怎么会在乎我呢 果然她只是看上了我父亲留下的公司 我在国外留学一切顺利 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这不是爸爸的号码吗 她还活着 小角 我是你后妈的秘书 这手机你后妈一直视为珍宝 我实在忍不住想告诉你真相 其实你后妈她活不了多久了 她对你严厉都是装出来的 公司她已经安排好了一切 就等你回来接手 现在她长时间的夜班操劳 犯了重病 说我 我只想打来问问你 能否在母亲节赶回来看她最后一眼 要是没空了 原来和我聊天的一直是那个女人嘛 妈妈妈 母亲节快乐啊 我求求你 再看我最后一眼吧 我都还没 还没笑尽过您呢 时间很快 愿所有的儿女能够在母亲节多谢陪伴 男人 Mah人 今ban 优优独播剧场上 词